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小万的世界 在佛教的认知中,人的形体随时可能消亡,但灵魂永存 并在六道之中不断轮回转世 而活佛的转世就是以此思想为前提的 但与普通人的轮回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佛教认为,活佛本身不在六道轮回中 是自愿下凡救度众生的菩萨 我们都知道,佛有三身,分别是法身、报身和化身 法身代表着佛法绝对真理 也只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佛性,法身不限 报身则是经过艰苦修行,正得真理而成佛 它是佛的一种客观存在相,形态圆满福态,极为高大 常为诸菩萨说法,报身时以时现 化身是佛的变化身 佛为了教化众生,可现为六道众生 以各种生命形式显现 活佛就是佛以人体的形式显现来教化众生的 在中国西藏,活佛的转世更是早已成了永恒主题 今天,小王就来和大家聊聊佛教中转世这件事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还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您的点赞是对小万的最大支持,谢谢大家 佛们弟子应该都知道,大慈大悲是大乘佛教的核心思想 其具体体现者和实践者则是大乘菩萨 尤其是以观世音菩萨为代表 菩萨本有能力和资格成为佛 但由于对众生的悲悯,在佛前发红事,救度所有众生 众生未得解脱,自己则永不成佛 所以,藏传佛教中,活佛不断地在人间转世 西藏密宗神秘玄傲 而在藏密众多的修持中,有一种修持叫转世瑜伽 密宗认为,人皆有死 但普通人却不知何日死,为何而死 死后去哪儿 修炼转世秘宗,可以自由掌握命运,大道自然,任其纵横 修成转世秘宗,生可以将灵魂嵌入死物之躯,使之复活 而亡时可将灵魂注入妇女之身,以新的生命形式出现 更可成佛永离轮回 而关于活佛的转世制度,发断于12世纪初 早在公元1193年 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清巴大师 临终时口辱他将转世 后人遵循大师一言,寻找并认定转世灵童 从而打开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之先河 并相续被藏传佛教各宗派所普遍采纳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逐步形成了对于活佛转世灵童的寻找、认定、教育等一整套严格而系统的制度 在藏传佛教各宗派中 分别产生了不同的各类活佛系统 而且每个活佛系统的称谓 各有自己特殊的因缘和象征意义 想完在这里就其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活佛系统的称谓 来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而这两个称谓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达赖以及班禅了 关于达赖喇嘛班晨俄尔德尼等格鲁派活佛系统的称谓 其实是历代中央王朝受封的 例如公元1578年 第三是达赖索南加措 在青海湖畔的印华寺与蒙古土摩特部 安达汗会面互赠尊号 安达汗赠索南加措已胜时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喇嘛 其中瓦齐尔达赖是梵文的音译 亦为直金刚 达赖是蒙文的音译 亦为大海 喇嘛是藏文音译 亦为上师 这就是达赖喇嘛活佛系统称谓的最初由来 到了公元1653年 清朝顺治地又受封第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 从此达赖喇嘛这一活佛系统的称谓才被确定下来 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系统之一的尊号 而班辰俄尔德尼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系统另一分支 被认为是无量光佛的化身 公元1645年 蒙古和硕特部故史函 向第四世班禅 罗桑雀吉 奸赖 赖以班辰伯克多尊号 尊号中的班字是梵文班之达的缩写 意为通晓五名学的学者 而禅字是藏文禅波的缩写 意为大或大师 伯克多是盟语 意为锐之鹦鹉的人物 从此班禅就成为了这一活佛系统的称谓 公元1713年 清朝康熙帝又授封第五世班禅 罗桑一夕为班辰俄尔德尼 俄尔德尼是满文义为宝 此后班辰俄尔德尼这一称谓才被确定下来 当然有时仍简称班禅 现班禅俄尔德尼活佛系统已转世至第十一世 其驻地为西藏扎实伦布寺 活佛转世系统的建立 合理地解决了宗教首领继承权问题 在此之前 西藏各派宗教势力与地方封建主势力紧密结合 其宗教继承权掌握在很有势力的家族手中 在大家族中世袭 各派争权夺利 社会动荡不安 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 使佛教在血域得以正常发扬光大 后来格鲁派继承完善了这一制度 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活佛转世系统 下面想完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寻逢转世灵童的几个主要步骤 一 遗嘱 一些大活佛临死前都留有遗嘱 特别是噶玛噶举派活佛 十六世的噶玛巴就留下了这样的遗嘱 自知者永乐 法界无边无际 自此知血于东部 有一天雷自然作响之地方 那里如意装扮着美丽牧场 善巧父亲是顿珠 智慧母亲是洛嘎 于祭乐宫地之年出生 远洋的白罗生奇妙无比 皆以噶玛巴相称 由尊者顿雍巴护持 无偏无私 悲心遍及四方 不分远近成为众生的医幼者 利益众生之佛法如同阳光将永远照耀 第十期是噶玛巴乌金钦列多杰 就是按照遗嘱被寻访到的 二 神域 神域又叫匠神 是指当神灵依附在人身上时 来传达神的旨意 是格鲁派在寻访转世灵童过程中惯用的一种方法 匠神能够指出灵童的出生方向 甚至灵童父母的名字 三 占卜 通过高深占卜 能知道灵童出生的方向 占卜结果往往与将神所视情况相互印证 四 光湖 一般将神的结果或高深的占卜 会显示灵童出生的大致方向和属相等 在这种情况下 同一方位会出现许多同一属性的灵童 这时 最有效的决策办法是光湖 在西藏山南地区加查县有一个湖 名拉姆拉措被认为是神湖 通过前程的祈祷 湖中会显现一些景象 这些景象会显示出灵童出生的具体地方 在十三世达赖元祭之后 为寻访其转世灵童 热震活佛在此湖的显影中 看见一家农户位于路的尽头 门前有株巨树 门旁拴一匹白马 一位妇女抱一小孩立于树下 后按此显影寻访 结果在离青海20公里处的齐家川 寻找到了十四世达赖 通过以上几项措施 基本上能肯定出灵童出生的大致方向 时间 家庭情况 以后就是具体的寻访确认过程 该程序是复杂而严格的 比如观察灵童的体相 举止言谈等 通过观察找出与前世活佛有联系的线索 或与中不同的特性 七世达赖喇嘛出生在礼堂 据说他出生三个月就开始向人做摩顶姿势 并开始说话 问他是谁 回答说我是佛的化身 问他去哪 他回答说去寺院 问他寺院在何处 回答说在西方 又如十一世达赖 又年时说准备行装到我的寺院去 又向众人说 我见观音菩萨像就是我的化身 藏族人认为活佛是菩萨的化身 其行为言谈与普通人不同 往往表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才能和特征 这些才能和特征从幼儿时期就有所表现 因此把它作为认定活佛转世灵童的重要参考依据 也是寻访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另外 藏传佛教认为 一位高僧活佛出生时 必然有一些异常的自然现象显现 因此在寻访过程中 寻访者要向被寻访者的家属和周围的人们 询问灵童出生前后所出现的各种预兆 十三世达赖出生时 据说一个苏油包突然涨裂 苏油四溢 这象征吉祥 在门前的几株林树中的一棵大树 则开满了鲜花 他家的房顶上彩虹像枝起的帐篷 甘男活佛 嘎桑土丹望曲 于1836年出生在四川德格 在他出生前 他父母的梦境中就出现过一些吉兆 而当他出生时 大地动摇 房顶上出现锐气彩虹 房子附近开出了前所未有的各种鲜花 藏传佛教认为 灵童不仅是前世活佛精神的延续 还继承了前世之灵性 因此 他出生后能记忆前世的一切 也可辨认前世用过的物品 在寻访的过程中 寻访者往往带一些前世活佛的遗物和仿造品 同时摆在被寻访者的面前两大辨认 如果辨认准确无误 即被认定为转世灵童 寻访六世班禅灵童时 共有四个灵童候选 扎实伦布寺派出六世班禅的近世 苏本刊布前往四个灵童的家庭 进行名禅暗访 并拿出六世班禅曾经用过的茶杯 灵 主物 念珠等 让灵童自己挑选 结果只有日喀泽百朗县 吉雄西卡的灵童 拿到的东西全是六世班禅的 于是苏本刊布肯定这个小孩 是六世班禅的转世灵童 好了 今天关于转世活佛的内容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转世一词古往经都极具神秘的色彩 很多人说这是迷信封建 但至今仍有很多人称自己 保留着前世的记忆 甚至能说出前世种种 令人不寒而栗 而当转世遇上活佛时 就更加强了他的鬼秘 因为一个个相关案例 都让藏传佛教的信徒 坚信活佛转世 便是生命延续不灭的铁证 而这一轮回已被称为 世界七大神秘现象之一 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 留下您对活佛转世这件事的看法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